从最开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就是他从来不给别人说他有女朋友的 就是在一起半年了吧 我说想发个朋友圈宣示一下主权呗 然后我就亲了他 我说这张照片还不错 你发个朋友圈 大家都知道知道呗 然后他就迫于我的强迫之下吧 他发朋友圈了 人家发了怎么叫强迫呢 你也是啊 对他很不情愿 结果发了之后就底下评论一大堆 评论一堆也就罢了 就他妹妹底下说了一句话说什么 你这样子 我嫂子看见会生气的 那会儿我没有见过他妹妹 我不知道他妹说这个嫂子是谁 我就很诧异了 我妹说这个话我也很诧异 我都不知道她发 我妹妹 这就当玩笑了 这事也没法追究了 但是这个女生心里就不舒服嘛 对啊 就没有这个人的话 怎么可能他妹妹会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是我想太多太敏感 这事就过去了 那我没有证据 没什么好说的嘛 然后结果有一次半夜了 又个女孩给他发微信了 我就说怎么回这么晚了 我就说那我帮你回呗 我就说了一句 我跟我媳妇吃饭呢 怎么了 然后我就还发了个怎么了 想着那女孩会回 结果那女孩一晚上没回信息 一天夜过去了 也没有再说话了 挺好的 然后我就很诧异 怎么发现突然发信息 又突然没声了 我点开她的朋友圈 就看就发现 那女孩这样把她拉黑了 就因为我给她回复 那样一句话 女孩把她拉黑了 拉黑还不算 她其实是把那个女孩 就屏蔽着 就她之前发的 我们两个照片 所有东西 那女孩是看不到的 等于说那女孩 就不知道她有女朋友的 就是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俩刚认识半年的时候 有事我们俩闹分手了 然后中间就认识 这个姑娘了 我跟她没有任何事情 我也没有给她任何承诺 就我们俩之间 就说白了根本就不熟 然后我当时也在 极力再挽回她嘛 后来我跟她就复合了 这姑娘我就 压根就没有再联系过 事后过了好久 我也很差 她为什么要突然跟我联系 就是她把我拉黑 这个事情我也很差异 那个女孩 为什么会把她拉黑 就是很奇怪 然后她还不想人家 看到她发的朋友圈 就是有问题 我把那个女孩屏蔽 是因为咱俩那时候 在闹分手 不让她看到 我当下的状态 我承认我当时是有私心 但是我当时 一定是极力再挽回你的 那你觉得你这样子 留后路合适吗 就是太敏感了 不是 姑娘 你应该在办婚礼之前 你找这些事 你不能说婚礼办得不顺利 你倒找这事 你 就因为以前她说这些话 我都相信她 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她连婚礼 都不上心 就是因为不上心 我才觉得她以前这些事 全部都是事了 我觉得以前没觉得啥 这个逻辑是对的 听明白了 我一直都这样 而且她除了这些 就跟别的女生说一些 很过分的话 而且包括她 就是删除聊天记录 通话记录 所有记录 就全部都删得干干净净的 就不知道她到底去哪了 我打电话 就是每次她会给我先打电话 打完电话之后 过一会儿我再打 没有人接了 她每次回电话 不是在洗手间 就是回家才给我回的 我根本不知道 她到底去哪了 我的习惯是经常会 清理一些手机的内存 我现在也经常会删这些东西的 她手机跟炸弹一样 我一碰 她就赶紧把手机拿回去 就开始摆弄手机了 给我的时候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而且她说这个是习惯 好 我可以理解 就作为她的女朋友 我觉得她可以 就是在乎我一点 对我上心一点 我就发朋友圈 她每一条都不评论 不点赞 跟没看见似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就说是 我发了什么朋友圈 你看一下呗 人家说好 我知道 然后挂了电话 还是没有评论 我以为这也是 她的生活习惯 结果有一天 我俩坐伙子出去玩的时候 我就看她给一个女孩 朋友圈评论 我就很评议 她不是不爱评论吗 我就拿她手机过来看 我才发现 就全部是她跟那女生的评论 朋友圈的互动 就特别密切 人家说什么 就每一条朋友圈 全点赞 你知道吗 就全部点赞 而且评论的那个话真的是 女生你好美啊 吃饭了吗 我好想你啊这种 就是这种话 我就真的特别难接受 你知道吗 我是她女朋友 还是人家是她女朋友 她根本不关心 我的生活状况 别人说什么 她就是什么 甚至她会画画嘛 她就是朋友圈 发一张她自己的作品 我评论人没回 没看见 然后女生评论个什么 你帮我画一张自拍相呗 然后她就说 没问题 你要做什么 我都满足你的要求 我当时就真的是 我是你女朋友 还是人家是你女朋友呀 她把我当什么呀 不是后来 她怎么把你搞定的呢 这事发生之后 她怎么把你搞定的 老师你听一下 她怎么解释 我觉得真的很可笑 我承认这件事情 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 真的是 只是单纯地逗个闷子 开玩笑 没有太过多的 其他的乱一八糟的思想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就是 她反正解释 你当时信了 对吧 那我觉得 我不信没有办法 没有证据 就是我没有其他的证据 只是她那样说 你那个时候特别在乎嘛 是 但是你还是要跟她结婚 那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好奇的 因为她脾气很好 然后这样平常的话 对我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比较知道 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 我脾气不好 我就想要找一个脾气好的 跟我在一起 然后就觉得她脾气好吧 而且每一次 我就那种一点就炸 就很生气 她就是那种灭火气 就把我能哄好 然后我记性又不好 她每次混完之后 把我引到别的话题 我就把吵架这事 我就忘了 就是因为结婚的事 我才把这些一件一件事 想起来 我才觉得她好像不在 结婚是个要引子 我才会不在 我才会不在 啊 我才会不在